在台湾有很多产业的发起 其实是来自于助人的基本信念 我们带您来看到 小时候在嘉义东时余温长大的黄顺人 因为想要帮助其他人免除水灾损失 所以通过了长时间的模拟和测试 成功的为大家守护家园 也造就了台湾挡水闸门的领导品牌 挡水闸门是一个水灾预防措施 世界各国都会因为水灾损失惨重 所以历史挡水闸门是可以帮助人的一个产业 是的 成为帮助人的产业 是黄顺人创业期许 50多岁的黄顺人 从小在嘉义东时的余温长大 退伍后从事建筑业 却因为荷博台风 让黄顺人跨领域投入挡水闸门产业 86年荷博台风的时候 我们那边几乎有快沿水了 所以我就想说要找到一个好东西 那预防我们自己的大楼地下室不要进水 就是这一个念头 黄顺人开始研发并着手设计挡水闸门 但是要怎么做到百分之百挡水 黄顺人从自家的余温找到灵感 仰值余温它是有利用脏潮退潮的原理 那脏潮的时候我们就引进海水 在整个鱼塘大概一公顷的水量 我们把它关到大概1.5公尺的高度 然后到最高潮的时候 我们就用那个 我们古早在说的墙帮 就把那个海水挡住 不要让它往外流 那就利用这个原理 我们把它改用到我们的建筑物 全球每年约有79个台风 在台湾平均也有20个 豪雨引起溪流水位暴涨 造成中南部及山区严重水患 甚至对生命财产带来损失 防水闸门就成了隔绝水患的重要媒介 止水条紧密结合 所以它往前挤压之后 所有的水就不会渗透过去 黄顺人仔细讲解 当初与台南成功大学辅作开发 长时间的模拟与测试 材质从强化玻璃纤维 到现在SMC加铝合金 黄顺人的挡水闸门 经历纳力台风的考验 不仅获得国家品质保证 顶级金牌奖以及专利 中和信托银行 台湾200多家分行 台塑南亚中央工业区 全联福利中心 政府部门和医院 就连东南亚企业都指定黄顺人 泰国有一个美国公司 它里面做了1000多万的挡水闸门 有100多个厂房 因为他们损失好几亿 那后来请我们过去泰国 帮他做这些事做 那印尼 菲律宾 我们也都过去帮他们做了 财质清组合迅速 一个人组装大约10分钟就能完成 这些便利设计 让饱受水患之苦的居民 有了第二层保护 印象最深刻就是天气都晴朗了 但是整个铺子都还是 介绍上弥漫的大水这样 因为这个挡水墙就保护住了 就不用像以前这样子搬 就比较方便 然后水也不会淹进来 十几年下来 这些客户跟我们变成都是朋友 我们在台湖来前 我们会打个电话 跟他们做一个问候 那如果台湖来的时候 他们在组装有困难的时候 因为有时候太久没有组装 会忘记 我们都还会去跟他做一个解说 那如果因为淹水之后 还有什么问题 我们都会过去帮他做一个处理 这是我们这十几年来 一贯的作风 黄舜仁带着地人着想的心念 在今年7月 高雄气爆事故又面临大雨袭击 第一时间进入灾区 气爆之后 那边又刚好下大雨淹水 那我们是有去做一个调查 希望说那有需要做挡水闪门的 跟我们讲 我们会免费去帮他做这个施作 只要哪里有需要 我们再尽一己之力 能做得到 我们尽量去帮助人家 这是我们的一个企业责任 黄舜仁投入挡水闪门产业 一黄眼就十年过去了 现在成为台湾挡水闪门指标厂商 也赢得顾客情谊 下一个十年 黄舜仁将继续把这份助人的态度 注入钢铁班的闪门 守护民众家园 河州 连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